好痛啊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把话给我说清楚 什么怎么回事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酒疼 宋米多 洛阳 你干嘛这么凶 就算我真的跟他有什么 惊喜 怎么了 吵架了 你们手都回来了 我刚才听见一句 宋米多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小子欺负过女儿了 我看是你家宝贝女儿欺负人家小悠 还差不多 我觉得也是 小悠啊 好难不跟女动 爸 我们买了很多海鲜 晚上留下来吃饭啊 不用了 叔叔 小悠 留下来吃晚饭 吃晚不许走啊 好的阿姨 这就对了 你们好好聊啊 我去厨房指导一下 不许吵架啊 来了 你怎么不做啊 你怎么这么大人了 摔倒 你鞋带系成这样 你不摔倒才干嘛 你这脚 谁动你鞋子 那你给我小心点 别碰鞋子 多好看 什么有问题吧你 傻瓜 你别动 你才是没有问题呢 你才是傻 傻呀 你再说一次我傻 我都懒得理你 你干嘛又碰 我看你的脚 那你小心点 别碰我鞋子 你鞋重要 什么叫重要 鞋重要 你 чего钱 你报告 咱们 怎么啦 又被我爸欺负了 他这个是 米头 你实话告诉我 西松是不是喜欢你 不会吧 我觉得他看你眼神怪怪的 一定有企图 真的吗 当然了 这男人看到自己喜欢的女孩 就是这种眼神 不可能吧 他可是带钢琴架 我这种无名小子 所以啊 我想了一晚上都没想通 西松怎么可能会喜欢你啊 你长得难看脾气有差 家伙和学习没有一样能好 还是个阴痴 而且你 又一样 我想来想去只有一种 猎七星 猎你个头啊 所以米头 切记 一定要远离他 千万不能着了他的道 那万一 我也喜欢他呢 那万一 我也喜欢他呢 跟你开玩笑呢 西松这样的人设 不就是你小说里 永远的男二号吗 你 你说过的啊 这好事不能全让一个人给占了 这越玩不了男人 越得不到心爱的女人 要把爱情留给条件一般 却努力向上的男一号 比如我 比如我 可是呢 小说里都是骗人的 你别多 行了 赶紧回去吧 对了 西松住在隔壁的神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包括我爸妈 你赶紧回去吧 赶紧走了 就别嫁我了 你说的话 我怕你 那你一点 你拒绝了 那我 你 你 你 感谢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